好,我們兩手合掌 我們兩腳與間平行力 我們繼續來做觀想 觀想所有世界 就像我們之前都說的一樣 有種種的陷阱 那些陷阱幾乎是如溝在手 嚴往魚溝在手 我們就是 不可避免的就這樣一路被抓進去 因為我們就是這個 欲愛不捨 愛恨分明 動作又衝動 遇到的狀況 我們也沒有什麼經驗可以多想 順著我們的習性 愛恨分明的就這樣去做 有做的那個陰 就像按的那個開關一樣 出輪迴的門自動就關起來 那你每做一樣他就關一層 每做一樣他就關一層 層層的關住 那無量節以來你看關掉多少 所以一直在這個輪迴坑裡 頭出頭沒 不可出 那如果你要一一破門而出 那就要像神文羅漢一樣 慢慢修慢慢修 而且還是羅漢 因緣而異 那我們唯有怎麼樣呢 唯有這個進入修行 所謂的進入 進就是直進的意思 或者捷徑 捷徑的意思 要從這個捷徑當中穿出 那麼我們才能夠怎麼樣 用更保險的方法 那麼呢 處理輪迴 那麼用更短的時間 得到更多的教授 教誨 這個是因為我們 這個跟諸上善人聚會一處 的原因 是這樣 這個 2012年還是20 20一幾年 這個在 好像是美國還是哪裡 辦理一場 不是奧運 所以不是2014 2012年 那麼在美國辦理一場 這個 800公尺 應該說是這樣 好幾種賽事 其中有一場是800公尺的 決賽 那麼那場決賽呢 很特別的 都是幾乎是非洲 哪裡的黑人 黑種族 黑種族 那麼 其中有一位是 這個 那個時代 超級的 這個 短跑健將 800公尺算是短跑 四百一百 這都是 結果 這個 那位 跑第一名的 跑出了 人類目前為止 最快的速度 一分多多少秒 這樣 都可以查得到 有八位 世界最頂級的 進入這個比賽 結果呢 最後一名 的那個800公尺的 時間 當然也都破紀錄 就是那一場 世界 人類當中 世界最頂級 程度最高的 剛好擠在那組當中 而且也做到那一次 因為 人類的那個體能 有一個最尖峰 最尖峰過了 你回不來了 你以前跑過那個速度 後來也跑不來 那麼 就剛好這八位 好像 都是很頂尖 然後呢 尤其是那第一位 那個 從小就喜歡跑步 然後呢 也呼聲很高 果然跑出了 破紀錄 而且是破世界 好幾十年的紀錄 而且破得還蠻遠的 這樣 那也因為這位的關係 所有後面都跑得很快 因為被他帶領 被他刺激 那麼呢 更恐怖的是 那個第八名 也最後一名 八百公尺的最後一名 居然呢 他的速度 還贏過了奧運會 後來的奧運會的 四百公尺第一名 會不會太扯了一點 是四百還是八百這樣 反正贏過 還贏過這樣 最後一名贏過你奧運會的第一名 那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就是 你在諸上善人面前 你就會撐出來嘛 你就會把你的潛能給撐出來嘛 是不是這樣子啊 激發出來 你都能夠成佛呢 你未來是能成佛 你都跟這些 你看你這麼假批這些 烏魯木齊的 不用說你也這樣 整天漢漢也過日子 懂意思嗎 所以說呢 要常來萬佛寺 不要跟你家裡那些烏魯木齊的 只是拉你墮落而已 拉你去玩而已 常來諸上善人聚會一處 就撐出來嘛 相賣名 還贏人奧運的第一名 你看看 差很大 對不對 這是很容易懂的道理 為什麼到其樂世界這麼好 為何諸上善人聚會一處 千菜也撐一個阿羅漢 對不對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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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呢 要多念佛 我們今天 極樂世界就是諸上善人 你這不用功自然用功 一撐就撐上去 大家互相 還有一個科學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實驗 他把一些鐘擺 三四十個鐘擺 然後呢就從上面一路 很均勻的這樣掛 很均勻的掛 掛好 掛好之後那個擺動的 基本上是一個很輕微的動力 你可以去跳 你可以很容易的去改變它的頻率 這樣 但是呢 我現在把全部掛上去四五十個 那每一個動作都不一樣 因為我動第一個 動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這樣動動 他們擺的那個幅度 不是幅度 就是速度就不一樣了 一個已經擺三分之一 一個擺二分之一 一個擺四分之一 就像擺乱七八糟這樣 你就像看它乱七八糟 然後你的攝影機就這樣 把它扭著 你就看 它慢慢慢慢的就一致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但是不是說第一個跟第二個 不是 它就慢慢的 這樣 後來這五十個呢 動作完全一致 左右左 為什麼 因為它在晃動的時候都會有空氣 有各種的能量 因為東西本來就是 動就會有能量 這能量就互相感染 感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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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呢這五十個都一樣 這就是共修嘛 共修你本來 你還在站在那裡想東想西 大家只要經過我這麼一講 大家專注再專注 專注再專注 你旁邊你自然站在旁邊 你就跟著專注 你的頻率就自然一樣 這為什麼要共修 你不要在你家裡這邊修 是不是這樣子啊 一大早清朝起來 你先生會當維羅嗎 你兒子會當中尊嗎 你要去打板 打板 起來打木魚 不可能嘛 現在沒有 完全VIP 我跟大家講過 VIP 所以時間到來吃飯 時間到拍板來酒店 時間到落店後來念佛 念後來洗醒菇 洗醒菇後再酒店 在一起早上站起來 你不站起來 別人也會叫你站起來 是不是這樣啊 這就是鐘擺效應嘛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這樣子啊 你再混啊 再混啊 不可能 再怎麼混 你得混進大殿 對不對 所以說要記得 共修蘇盛行 大眾勳修蘇盛行 湖邊聖福皆回鄉 是不是這樣啊 是不是 好好的這樣子 在佛前 我們呢自誠恭敬 意念佛的這個功德 大家一起來一念 我虽然有點散亂 沒關係 因為這個內在的精神互相感應 我們大家一起來拜佛 有時候拜不下去了 戴著戴著你就把他去 大家一起來撐念 剛開始撐念的不熟悉 慢慢慢慢的 咦 鐘擺效應 你就跟大家一樣 那越來越用功 那就是那個八百公尺第一名 一群人都是 哪怕是最後一名 也贏過人家的第一名 鸡尾都贏過牛頭 你看這多厲害 所以說這樣子 我們講觀想 意念彌陀佛呢 久遠成佛了 極樂世界 借應我等了 至心信要 乃至十念 如果不生 則不取正絕 那如果這樣子 至心信要 我求念極樂 還不能往生 阿彌陀佛不成正絕 今天阿彌陀佛已經成正絕了 可見 我今天至心信要 下至十念 乃至一念 我只要至心信要 一定能往生 所以剩下來就是 我在這邊拜佛念佛 存就我至心信要 那什麼叫至心 就是不動搖的心 不動搖的心 也就是若一日乃至七日 一心不亂的那個一心 那個心就是至心 就真誠至誠懇切 沒有惡念的心 叫做至心 至心什麼呢 那是哪一種心在至心 就是信願之心在至心 如果你有了信願 乃至十念一念 你都能往生 那就是行囉 所以行 反而束縛不多 你只要阿彌陀佛 叫做吉林走 都有可能 你說哪時候會這樣 車禍 突然間的那種死亡 你在最後一念的時候 你不緊張 你說阿彌陀佛就是來的時候 你當時沒有預計好 但是你隨時都準備好 現在就來的時候 車撞下去 撞下去 你的軟膏膏 很好 身心柔軟 刹那皆宜 這種機率不高 但是萬一發生 你都打算這樣走 如果你這樣想 那平常什麼時候不能走 請問 對不對 你說你 什麼金錢啊 怎樣子 我告訴你 你說業障人家不要 你留給人家 人家也不要 但金錢人家都會要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你也不用擔心 錢留在那怎麼處理 人家自然會處理 要是你沒有人能夠處理 你國家也會把你拿走 去去去去 造橋鋪路也是做功德 所以不用擔心那個事 該你的就你的 你如果還是擔心 沒關係 事務處就在隔壁 你早一點去簽一簽 也是可以的 對吧 我請問我 我這個保障 後來如果要做了 那就是 交給祖父祖 你老兒子比較多 他也太少了 你如果老祖父祖 那老兒子 就給你感恩了 感恩 是不是這樣 搞不好還送你一個文創產品 是不是這樣 送你一個杯子 送你一個佛 送你一個扇 那掛在牆上 蠻不錯的 比你的相片掛在牆上還好 所以大家呢 怎麼樣 可以 要找準備 如果實在真的有世俗的事情放不下 那就趕快想好怎麼放下 怎麼交代好 這樣子大家來念佛 靈命終始 一定能夠 自信信要 我就已經自信信要 沒有東西拖住我了 那下次一念呢 實念乃是一念 那是經說的 不是我說的 我哪那麼厲害 那是經典上說的 那無量壽經 上說的 對吧 那說一說 安息念佛 重點在透過念佛來懺悔過去不懂求生 來增長現在的信願求生之心 那有可能隱藏著某一些你的擔憂 那麼把它想到了 把它處理 好 以上這樣清楚了 我們呢 合掌當兇 嗯 那麼腳抓地兩三下 與大眾同生 大眾同禮拜 大眾同瞻仰 大眾同文秀 佛之鄉 嗯 那個 那麼這個 大眾呢 一同 聽聞 彼此念出來的佛號 最後呢 一念心 至誠懇見 信仰彌陀 信仰正念 能求往生的怨心 必定能生極樂 那麼再次的發堅固怨 沒有世間的一切 可以留住我 哪怕整個說佛世界通通給我 還不如我能夠得到極樂世界一粒沙子 那麼樣子的尊貴 我能夠得到極樂世界一粒沙子 就在樓行道 說佛世界千秋與萬秋 都是交給人去玩樂 因為那個從來沒有一樣是真 極樂世界是真 好 信任堅固 好 生起信願堅固之心 眼觀彈儀 寇稱聖號 耳聽法音 彼秀共佛就是這樣 身作禮拜 心作 信願堅固 決定求生極樂 不動搖之心 萬元放下 信願提醒 督色六根 神絕念相繼 念聽法 難 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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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 南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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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我 那 阿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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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满